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身处厨房,案板上摆着一条带纱的黑鱼。 黑鱼蹦跳挣扎,见了我一脸水渍,又腥又恶心。 我抬眼看了厨房,一堆乱七八糟带处理的肉和蔬菜堆放在台面上。 厨余垃圾到处都是。 此时,客厅里传来一大家子的欢声笑语。 我倒为什么不年不节的,老公丁俊巴拉公婆和七妹一家人聚什么餐? 原来是她中了大奖,来家里庆祝来了。 想到上辈子除掉税费还剩整整三千万的奖金我一分都没摸到,愤怒涌上添灵盖。 我砰的一声,菜刀插进砧板,肥大的黑鱼拦腰砍成两截。 鱼还没有破开,血水流了一案板。 哎哟,慢慢喜欢清蒸鱼,你砍成这样还怎么蒸? 恶心死了。 小姑子丁家敏尖锐的声音在我耳边突兀地响起。 她口中的漫漫是我丈夫丁俊跟前妻生的女儿。 我投婚,我老公是二婚。 她和前头老婆有一个女儿,和我也有一个女儿。 就会嘀嘀赖赖,来来来,刀给你。 丁家敏嫌悟地捂着鼻子后退。 我只会上班,哪里干过这种活。 嫂子,你一个家庭主妇,吃我哥的助我哥的,连个鱼都处理不好。 你说,你能干什么? 我不会,你行你上。 我力索地扯下身上的围裙,扔台面上。 丁家敏张嘴说叫,说你两句就乍毛,家庭主妇脾气太差,可要不得。 丁家敏跟丁俊的前妻往来亲密,她一向看不起我这个全职家庭主妇。 我扯了扯嘴角,不与她争辩。 出了厨房,就见女儿妞妞呆呆地抱着一个破了肚子的洋娃娃,蹲在角落。 公婆和丁俊围着装扮精致地像个公主的丁漫漫,说说笑笑。 丝毫没有注意,妞妞一个三岁的小孩一个人缩在角落里有什么不对。 妞妞有病,孤独症,所以不得丁家人喜欢。 想到上辈子,我劳心劳力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菜,等我上桌后,只剩下一堆残羹剩菜。 可怜妞妞也没有人管,连桌子都没有坐上,最后跟着我吃了一堆剩菜剩饭。 我没有眼泪,心里只有愤怒。 去她妈的何家欢吧。 我拎起皮包,牵着妞妞的手就往外走。 丁骏叫住我,习情,你跑哪儿去? 大家都等着,你走了谁烧饭? 我押住心头火气,挤出一抹笑容,家里没醋了我去买。 丁骏站起身,等着吃呢,你在家先烧菜,我去买。 我反问她,白醋红醋,米醋果醋,香醋陈醋,你知道买哪一种吗? 丁骏一致,催促我,搞快点。 丁家敏从里面出来,嫂子,别带妞妞了,快去快回,吃完饭我们还要去看电影。 不带妞妞我不放心。 我冷哼一声,拉着妞妞出门,掏出手机滑了一下,果断关机。 等我回来烧饭吃,试试吧,恶心的丁家人。 我带着妞妞出去吃了她喜欢吃的披萨,带她到淘气堡玩沙子。 玩了五六个小时,也思考并且平静了五六个小时,天黑才慢悠悠回去。 人已经走光了,丁骏沉着脸坐沙发上。 张口就是质问,你还知道回来。 一大家子等着你回来做饭烧菜,你倒好,出去晃荡大半天没消息,手机也关机,爸妈都是饿着肚子回去的。 你还有没有一点当人老婆做人儿媳的样子,放着一家人不管不问? 厨房里的东西确实没动过。 丁骏肚子里还发出咕噜的叫声。 一个个都是等着人伺候的种,我不在,居然没人动手烧饭。 真有意思。 我堆笑,爱,都怪我,手机没电关机了都不知道。 老公你饿了吧,我马上给你烧饭。 我快速收拾三菜一汤出来。 哄笑给黑脸的丁骏搭台阶,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吗? 丁骏没好气,我怎么知道? 我神神秘秘,压低声音,我一个同学不是家里那啥的吗? 恰巧遇到就疗上了。 你猜怎么着,他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 咱们区的政务大厅和好多部门都要搬迁到海棠湖那一片, 还要修地铁,筹备学校,建大型商场。 丁骏坐过来拿起筷子,半信半疑,真的假的。 人家亲爹咱们是二把手,说的话还能有假。 丁骏不说话,他知道我是有那么一个同学。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 那一片房子要涨价了,丁骏忍不住吃笑,你买得起。 你不是中彩票了吗? 三千万啊,海棠湖那边的房子能买三十多套了吧? 丁骏瞳孔一缩,嗡声嗡气问,谁告诉你的? 你口袋的彩票我帮你查了呀。 你今天上午不是去领奖金了吗? 你不是打算给我和妞妞一个惊喜? 我一连三问,丁骏脸色都不自然了,半天才哼了一声, 你都知道了还算什么惊喜。 我不问他就瞒着,跟上辈子一样。 我心中恨极了,面上却不显。 要不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咱们家刚中了大奖,又让我知道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现在趁早买进涨价了卖出,最起码得翻三倍多。 三千万便一亿,咱们后半辈子都不用工作了。 丁骏有点心动,不过咱们得赶早,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我说的是事实,在丁骏死的前半个月,这个消息确实由官方公布出来。 第二天,周围的房价就涨了三分之一。 到丁骏死的那天,整整涨了四倍。 我不怕他去查。 相信肯定有极少人知道消息悄悄行动的,丁骏去查,正好印证我说的话。 果然,丁骏吃完饭,放下筷子就出去了。 回来时满脸喜色,难得夸赞了我一回。 我忍不住心中冷笑,哼,短命鬼。 等你死了,房子通通都是我和妞妞的。 深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想的都是丁骏下葬那天,婆婆说的话。 丁骏那么一大笔钱给前妻,小姑子和婆婆怎么可能心甘情愿? 不是两百块,两千块,而是整整两千万呢。 他们就没点意见,其中肯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蹊跷。 疑惑归疑惑,我暂时没有时间去好奇这件事情。 当务之急是先将丁骏手里的钱套牢。 丁骏熟税后,我偷摸起来查了他的银行卡。 除了三千万块钱,还有家里的十几万存款。 钱没有转出去过,还好,不用多费心思把钱要回来。 丁骏在私企工作,是个中层小领导。 他家境一般,投婚孩子和房子都给了前妻,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婚前的。 我爸妈去世前给我留了一套房子, 我工作之后靠着存款和理财置换了这套新房。 三线小城市消费不高,没有房贷车贷压力, 前妻的孩子月抚养费一千块, 靠她的工资和我平日理财绰绰有余。 也就是,今年妞妞查出并花了不少钱,否则存款应该还会再多一点。 我自己婚前存的钱还有十万,不过没有拿出来用过。 第二天一早,丁骏就催我去楼市看看。 他没辞职,今天还要上班,没有时间。 我欣然同意。 花我自己的钱,请了私家侦探关注一下丁骏前妻和公婆小姑子, 省得他们在丁骏死之前出什么幺蛾子。 再带着妞妞逛了海棠湖附近的楼盘, 加了七八个寿楼姑娘和中介的联系方式。 我听中介说,这几天问房子的人多起来了。 丁骏停住筷子,我明天请假,跟你一起去。 有钱不赚王八蛋,丁骏急了。 人的欲望无穷无尽,天降横财之后, 又有一个千载难逢报复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不心急才奇怪。 我还未说话,他手机响了。 是小姑子打来的。 我竖起耳朵,勉强听清楚小姑子气急败坏的第一句话。 哥,你怎么还没转钱给我? 我车子都看好了,就等着你打钱付款了。 丁骏看了我一眼, 放下碗筷走到阳台。 上辈子,丁家敏耀武扬威地开着宝马, 到我面前炫耀。 话里话外讽刺我是个手心向上, 只知道啃老公的米虫。 原来宝马车就是这样来的。 结束通话,丁骏脸色有点难看, 应该是没谈拢。 我倒也不奇怪。 上辈子没有房子这事儿, 中大奖帮亲妹妹买辆几十万的宝马很正常。 以我对丁骏不怎么准确地了解, 我估计那几百万也是他弥留之计给丁家敏的。 他出车祸的时候, 我带着妞妞回老家给爸妈上坟了。 等赶回来, 人都断气了。 家敏代步车才买了两年, 这么快就想换新车了。 丁骏没说话。 我继续输出, 老丁不是我小心眼, 三千万固然很多, 但手散一点, 很快就花没了。 你与其送家敏一辆车, 还不如先买房。 车会贬值, 房子可不会。 我心里有数。 我给他加了一块炖的软烂的红烧肉, 体贴无比道, 你那辆比亚迪也开七八年了, 要换也是先给你换。 这话说到他心坎上, 他面上也舒坦了。 等房子的事情办完再买不迟。 我笑着称是, 心里暗骂狗东西。 上辈子他开了一辆奔驰回来, 还说是公司给他配的车。 骗得老娘好苦。 丁骏忙活了几天, 交易了九套高层, 两套别墅, 四个商铺, 现房七房都有。 一共花了两千一百四十多万, 加上买奔驰的一百多万, 彩票奖金还剩下七百多万。 钱不能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剩下的钱丁骏不打算买房了。 我靠着提前三个月的先知, 理财盈利翻了五倍。 在我的三寸不烂之蛇进攻之下, 成功让丁骏滑拉五百万到我的理财账户里。 此刻, 丁骏的手里还有两百多万。 在我苦思冥想, 如何从丁骏手里把钱弄过来时, 久久等不到钱买宝马的丁家敏, 带着丁骏前妻和丁曼曼打上门来。 丁骏的前妻是个温温柔柔的女人, 相貌不错, 很会打扮, 比我这个只知道围着厨房老公孩子转的家庭主妇漂亮多了。 这不刚进门丁骏就像狗见了时一般, 目光都舍不得移不开, 难怪上辈子舍得分他那么多钱, 这是余情未了。 可恨我上辈子眼瞎, 一心扑在妞妞身上, 对丁骏的眉眼官司丝毫不曾在意。 狗男人, 烂得性。 嘿嘿, 我咳了一下, 丁骏赶紧一开视线。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 这是我哥, 曼曼的亲爸爸家, 我们来不得。 也许是丁骏没有打钱给他, 丁家敏语气很差。 丁骏前妻称了他一句, 家敏, 怎么说话呢? 我下周要出差, 送曼曼过来, 刚好路上遇到家敏, 就一起过来了。 将丁曼曼送到, 东西放下, 丁骏前妻就离开了。 丁骏叫曼曼去妞妞房间完, 被我拦住了, 妞妞在看绘本, 不喜欢别人打扰他。 话音刚落丁家敏就笑了, 就他那傻不愣登的鬼样子, 看得懂吗? 嫂子, 是不是你上辈子作恶多端妞妞, 才成傻子的? 你看曼曼多聪明, 今天又拿了双百分第一名。 我看向丁骏, 他面色如常, 根本没有在意丁家敏的话。 我知道他不喜欢妞妞, 但他这副模样还是让我火大, 妞妞这个样子, 你当亲姑姑的很高兴。 丁骏这才开口道, 家敏, 再怎么样妞妞也是你亲侄女。 丁家敏瞪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 转头撒娇缠上丁骏, 哥,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钱? 我都缠那辆车好久了, 才四十多万而已, 你就给我付了吗? 他们兄妹俩关系一向处得不错, 丁家敏一撒娇, 丁骏态度就软下来, 见他神色松动我立马开口道, 老公, 既然家敏这么喜欢, 就给他买一辆吧, 反正四十万也才你一年多的工资。 家敏, 你还喜欢什么都让你哥买, 反正他现在有钱。 丁家敏喜色浮于脸上, 他没想到我居然会为他说话。 真的吗? 哥, 我们看中一套市区的大平层, 实验小学学区呢, 才五百多万, 你帮我们买了吧? 大平层, 才五百多万? 人的欲望果然无穷无尽, 这才多久, 丁家敏真敢想。 老公, 要不从理财账户里提一点出来凑凑, 帮家敏他们把房子买了? 丁俊这人就是贱披子, 我要是立马反对, 绝对会激起他的逆反心理。 如今我顺着丁家敏的话, 他肯定会多想。 更何况, 五百多万不是小数目, 他现在又没死, 还没到立遗嘱的时候。 果然, 丁俊直截了当拒绝了。 丁家敏瞪大眼睛, 你是不是我亲哥? 连嫂子都同意了。 兄妹俩不欢而散, 短时间内前是不会流出去了。 我很高兴。 晚上, 四家侦探发了一组照片给我。 丁俊前妻和一个口罩帽子男出入酒店的照片, 男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看不清面容。 我说不上来, 总觉得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丁俊就躺我身边打呼噜, 排除。 真大方啊, 前妻都重新找男人了, 他居然舍得给他们母女留那么多钱。 没过几天, 丁俊也要出差。 上辈子也是这样, 丁俊出差, 扔两个孩子给我一个人带。 妞妞就算了, 亲生的。 丁漫漫不一样, 我费尽心力尽职尽责照顾他, 他反咬我苛责他关小黑屋不给饭吃。 自己不小心爹一娇, 也说是我推的。 后妈本就难当, 他小小年纪大人都不觉得他撒谎。 丁俊和我大吵一架, 夫妻俩关系更差了。 这辈子我可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直接把人送去给婆婆带。 婆婆骂骂咧咧, 说我杜亮小连她一个孙女都容不下。 我也不反驳, 笑呵呵地回她, 您说得对。 婆婆一脸见鬼样。 我送妞妞去治疗, 在治疗中心狂刷三十万诊费。 我用的是丁俊的卡。 每两分钟, 丁俊电话就打了过来质问, 习情, 你买什么鬼东西, 花这么多钱。 我跟他说是妞妞下一阶段的诊疗费。 丁俊没吭声, 直接挂了电话。 私家侦探又发了丁俊前妻的照片, 旁边的男人换了, 变成了我老公丁俊。 我心中的疑惑也落地了。 这才对吗? 没点私情, 丁俊怎么可能留那么多钱给他前妻? 再往大了猜, 指不定上辈子丁俊死的时候, 前妻还怀了孕。 他出轨我生气吗? 当然。 不过比起丁俊出轨, 我更愤怒的是他留了那么多钱给前妻母女, 唯独没有留一分给我和妞妞。 更何况, 丁俊并不是他前妻唯一的男人, 前两天还有一个呢。 我将照片保存, 上传至网盘。 出差几天, 丁俊回来了。 精神气很足, 如同干瘪的老树, 焕发生机。 趁他睡觉, 我又查了他的银行卡, 有一笔大额转账三十万, 对方账户名林春。 林春是丁俊前妻。 啊, 我转三十万他急得打电话, 回来质问。 自己转钱给别人倒是大方得很。 我默默操作他的账户, 拍照加入视频, 上传各个网盘保存。 现在还不是跟他摊牌的时候, 许是觉得对不起我。 丁俊特意给我买一条 我心心念念了许久的 范克雅宝项链, 三万多块钱, 给前妻的十分之一。 我催四家侦探那边, 让他们盯紧一点, 早点找出临春的另一个男人。 除了带妞妞看诊训练, 我抽出时间去美容院美容, 做头发。 一口气买了一个月的套餐, 人靠衣装马靠鞍, 舍得花钱, 我一改往日的朴素简单, 变得精致靓丽起来。 丁俊看我的眼神从停河到炙热。 在他提起兴致时, 我甩了一张彩钞单子到他面前。 老公, 我怀孕了, 是个男孩。 真的? 丁俊喜出望外, 把那张彩钞单看了又看。 我甩了他一张厌血的报告单, 上面显示胎儿性别为难。 我特意花钱去查的, 生出来就知道了, 人家医生还能查错不是。 这些全都是我在网上找人做的假证。 不, 我就是太高兴了。 我看到他喜极而泣的表情, 就犯恶心。 丁俊不轻女, 但他的确重男。 当初跟临春离婚, 也是因为孩子的事。 临春不愿意生二胎, 丁俊和他妈又想要男孩, 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 再好的感情也磨没了。 离婚找了我这个接盘侠, 我知道得太晚, 那时候都快生了。 生了妞妞之后, 丁俊虽然失望, 但对妞妞态度也还好。 反正我年轻身体好, 还可以生二胎。 出了月子, 他们母子齐上阵, 催我再生一个。 我毫不犹豫拒绝了。 孩子还小, 婆婆又不帮我带, 我怎么可能生? 在妞妞两岁时 发现不对劲, 检查确诊孤独症之后, 我更不可能生了。 如今瞧我怀孕还是个男孩, 她别提有多高兴了。 丁俊要打电话给公婆报告, 这个好消息, 我拦住了。 先别, 等胎座稳了再说, 省得爸妈担心。 丁俊一眼放下手机, 凑上来狠狠亲了我一口, 我假笑配合。 她很上心, 对我比之前好太多了。 歇了几天, 我酝酿好情绪, 拿着一叠洗好的照片 摔她身上。 她搂着临春 轻轻我我, 进出酒店的一张张照片 散落一地。 丁俊震惊, 恐慌, 脸上五彩缤纷。 我捂住脸, 手上的催泪剂 熏得眼泪 把哒巴哒大磕往下掉。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丁俊,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婆, 我, 我恨你。 我打断她的话, 扭头拉门就走。 丁俊追上来 抱住我, 老婆, 别走。 你相信我, 我没有对不起你。 我颤抖着指向地上, 面色凄惨无比, 那这些照片怎么解释? 丁俊面上闪过慌乱。 照片都是假的, 肯定是别人 极度我们感情好, 拿这些照片挑拨离间, 你相信我。 你给临春转的三十万 也是假的吗? 我忍不住吼了出来。 丁俊瞳孔一缩, 镊如着嘴唇, 肉体跟精神 怎么能混为一谈, 肉体上的出轨 不叫出轨。 只要我整颗心都是你的, 跟谁睡有什么关系呢? 天了, 这个贱人, 好大一张脸。 这种鬼话也说得出来, 我可云附身, 两只手都不知道 往哪里放了, 真怕一个忍不住, 巴掌呼他脸上, 深呼吸, 努力平复自己。 你太过分了, 既然念着临春, 为什么和他离婚来招惹我? 你这样, 让我和妞妞, 还有儿子怎么过?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特意用的防水化妆品, 泪水大颗滑落, 根本不影响我准备了许久的精致妆容。 余光撇过窗台玻璃上的那张脸, 看上去楚楚可怜, 惹人恋爱。 这段时间的保养没有白费, 钱花得真值啊。 看我如此伤心, 丁俊既得意又心疼, 耐着性子搂着我哄, 甚至伸出手指, 对天发誓跟凌春断了, 再也不骗我, 跟我好好过日子。 我泪眼汪汪看向他, 别人都说男人的钱放哪里, 他的心就在哪里。 丁俊立马明白, 我想管钱。 他当即拿出手机, 把卡里的钱全部转给我, 身上就留了几万块钱自用。 我手里已经没钱了, 这样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我伸手抚摸平坦的小腹, 你立个遗嘱, 要是你死了, 遗产全部都是我们娘几个的。 老婆, 没必要吧? 我手指轻轻撩了撩刘海, 催泪季熏得眼眶又红了。 你别哭啊, 这样对儿子不好, 你就是有二心。 你又不会死, 让你立个遗嘱都舍不得,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丁俊举双手投降, 立, 我现在就立行了吧。 我冷哼一声, 掏出一份保单扔他面前。 丁俊疑惑地打开, 是我为一家三口投的大额保险, 受益人填的都是丁俊。 翻到投保日期, 是他刚中奖那段时间。 我如此信任他, 甚至连保单受益人都填了他的名字, 这回他是真感动了。 当即联系了律师要写遗嘱。 趁热打铁, 律师过来帮忙写了遗嘱, 丁俊死后所有遗产都归我和妞妞。 我并没有立马原谅他, 不过对他的态度缓和了很多。 我要他做公证, 丁俊顾及我肚子里的孩子, 怕我心情抑郁影响孩子发育, 没办法拉着我去做了遗嘱公证。 此刻距离丁俊死去, 还有十五天。 而遗嘱公证书, 最晚十五天能够拿到。 事情办完, 官方发布而来消息。 小道消息被证实了, 政务大厅和很多机构 都要迁移至海棠湖这一片。 周围房价上涨, 板上钉钉。 丁俊高兴极了, 抱着我一个劲夸赞。 我心情也很不错。 遗嘱的事情办好了, 房价又要上涨, 现在就等丁俊死了。 不过在等丁俊死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落地。 丁家敏的大姑子贷款做生意, 叫丁家敏两口子担保。 他怕担责任, 又怕不同意惹大姑子不悦, 所以推了亲哥丁俊做担保人。 上辈子那一百多万外债 就是丁家敏大姑子 卷钱跑路欠下的。 打完款没几天, 丁家敏大姑子 就卷钱跑路出国了。 至于做生意, 一点影子都没有。 他借的可是高利贷, 利息高的惊人。 利滚利我就算把自己的小房子 卖掉都不够还。 更何况我没有工作, 又还有妞妞要养。 要是没有担保那件事情, 可能我也不会情绪激动, 直接气死。 找证据起诉 公婆姑子一家和临春, 至少还能还回来 一大半财产, 生活也不至于过得很差。 上辈子丁俊做担保这件事情,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辈子有了孩子和保单, 加上我戳破他和临春的事情, 他心有愧疚。 丁家敏找他商量做担保的事, 他主动告知了我。 我当然不想像上辈子那样 莫名其妙 因为别人背债务。 丁俊马上就要死了, 他死了那些催债人 可不得要到我身上来。 我劝他, 老公, 那是高利贷, 咱们还是不要碰为好。 本来家敏大姑子 是打算找我借的。 我推说钱都花出去了, 家敏才提出让我做担保。 都拒绝别人一次了, 再拒绝第二次不太好吧。 我拉着他的胳膊撒娇, 咱们跟他也不熟, 既然是家敏的姑子, 就让家敏他们 自己做担保呗。 凡事都有万一, 咱们现在有钱有儿子, 我可不想你出什么意外。 我巴布的他现在就出意外。 撒娇有点作用, 丁俊态度有些软化。 我在家一把火, 之前家敏让你买大平层 你没同意, 他还跟你生气。 现在又过来 叫你做什么担保, 还是放高利贷的, 我心里也怕呀。 况且, 他既然说不会有事, 他们两口子 为什么不自己担保, 偏要叫你呢? 那是他亲姑子, 他们才是一家人呀。 丁俊脸上闪过迟疑, 他在思考我说的话, 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 丁家敏在竭力劝说, 丁俊愈加不会做 这个担保人了。 果然, 没过两天, 丁家敏的电话 就打到了我这里。 接通的那一刻, 丁家敏就开始破口大骂, 是不是你跟我哥说了什么?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我们老丁家的是, 你一个吃干饭的蛀虫 插什么手? 桑门星, 谁取了你谁倒八辈子大霉, 我开了免提, 把手机拿远。 丁家敏骂完了, 我才悠悠回道, 怎么会? 丁俊取了我中千万大奖了呀, 我这样的福气, 你想要还没有呢? 我乐呵呵挂断电话, 看来我说的话有点作用, 丁俊把这件事拒了。 后来我旁敲侧击 从婆婆那里知道, 最后还是丁家敏老公做了担保, 真是一件好事, 想必等他姑子跑路, 够他们喝一壶了。 我乐得看戏, 没想到盯着临春那里的私家侦探, 倒是给了我一个令人震惊无比的消息。 我加了钱, 催促私家侦探赶紧把临春的另一个男人找出来。 有钱好办事, 对方加班加点, 终于给我拍来一张具清楚的照片。 点开那张高清无只眼打码的照片, 我地铁老爷爷看手机, 卖爱丝? 老天, 照片中的男人居然是我那一本正经保养得宜的公公。 没想到一项人母狗样的公公私下里居然如此放浪, 连自己的钱儿媳都不放过。 天哪, 我的眼睛, 我的三观, 我深受震撼。 临春到底在想什么? 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既震惊又不解, 不过心里舒服多了。 保存好图片, 我给斯嘉侦探解了诈, 以后都不必再跟了。 晚上, 丁俊回来了, 他神色有些疲惫, 我关切地陪他说话。 他欲言又止, 我试探着问是嘉敏还是临春。 丁俊深吸一口气, 摊牌道, 老婆, 临春怀孕了, 是我的。 我忍住尖叫, 小伙子, 天真了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的真不一定呢?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节外生枝弄出什么意外, 没有将照片对他脸上。 原来上辈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丁俊才会把大部分财产 画给临春。 婆婆也以为临春怀了丁俊的孩子, 所以才没有阻止吧。 我一套表演组合拳打完, 全心全意站在他的角度为他考虑, 我能怎么办? 既然是你的, 那就让他生下来吧。 到时候给他一笔钱, 抱过来跟我们儿子一起养, 是女儿就当我生了龙凤胎, 是儿子那就是双胞胎兄弟。 丁俊既震惊又惊喜, 老婆, 娶到你是我八辈子积来的福气, 我倾笑不语, 贱人, 不要急, 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我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还有三天, 丁俊就要死了。 高利贷担保那件事, 因为丁俊反悔扯皮, 办慢了, 这会儿还没报出来。 丁家敏没有来骚扰我, 只是缠着丁俊要钱买车, 我小日子过得倒是很舒心。 至于爹娘的忌日, 晚一些去看他们, 他们也不会怪我的吧。 这几天, 我特意推掉所有的事情在家里等。 公正书出来的那天, 我第一时间去拿了, 回到家就等来丁俊出车祸在抢救的电话。 我顺路把妞妞送到康复机构, 才驱车赶去医院。 带着催泪剂, 我找到抢救室外。 重生回来后, 我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公婆和丁家敏已经来了, 我倒没多久, 临春带着丁漫漫也到了。 婆婆心急差点晕厥, 丁家敏看着抢救室顶上的红灯, 把气撒到我头上。 你属蜗牛的马来这么慢, 你到底是怎么照顾我哥的? 好好的他怎么会出车祸? 大姐, 拜托, 出车祸这种事情也怪得到我头上来。 又不是我叫人去撞他的。 你这个丧门星。 丁家敏越想越气举着手, 就想朝我脸上扇来。 我伸手握住他手腕, 反手给了他一巴掌, 你还有脸怪我。 要不是因为担保和买车买房的事情, 你天天骚扰丁骏, 他怎么可能心烦意乱, 睡不好, 导致出车祸。 丁家敏被我一巴掌打蒙了, 捂着脸不可置信, 你居然敢打我。 不相信? 他? 我又给了他一巴掌, 现在你该相信了吧? 丁家敏眼睛喷火, 伸手就要挠我, 公公冷声呵斥, 滚出去闹。 我甩了甩手无所谓, 悠闲坐过去等待。 丁家敏捂着火辣辣的脸, 愤愤不平, 却也不敢再闹。 不知过了许久, 急救式地灯灭了, 医生从里面走出来。 有什么话, 赶紧进去说吧。 是我想听的话, 我已经顾不得别人, 赶紧伸手无眼睛。 婆婆扑到床上, 抱着丁骏豪。 丁骏好像是回光返照, 还能断断续续说一些话。 他指向我的方向, 孩子, 婆婆赶紧把林春 从我后面拉出来, 而啊, 你别急, 孩子妈和春春 肯定会帮你照顾好。 林春泪眼婆娑, 阿俊, 你放心, 孩子我一定会生下来, 好好带大他。 丁家门生怕丁骏没交代好就去了, 火急火燎开口, 哥, 你房产证和钱放哪里了? 快告诉爸妈, 别便宜了, 习情这个外人。 是啊, 春春照过必超是个儿子, 你的钱和房子放哪里了, 跟妈说, 以后你的钱妈全给你存着, 等我大孙子长大了再给他。 公公也开口跟着道, 春春给你生一子一女, 按道理确实不应该亏待他。 哥, 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心软, 钱都是咱们家的, 不能便宜了外人和傻子。 丁骏张了张嘴, 也不知是怎么低, 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我翻了个白眼拉开他们, 外人和傻子说的是我和妞妞吧。 至于临春的儿子, 没生出来且不说, 就算生出来了, 谁知道是不是丁骏的呢? 我凑到丁骏眼前, 眼泪汪汪, 老公, 疼吗? 不要走好不好, 我舍不得你。 丁骏颤巍微微想将手移到我脸上, 老婆, 对, 不, 起, 我红着眼眶摇头, 翻开手机相册, 找到之前存的临春和公公那张张照片, 放到丁骏眼前。 你看, 这是你的孩子, 好看吗? 丁骏瞳孔一缩, 猛然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床头边上的监护仪, 嘀嘀嘀叫得又急又响。 我靠近他的耳朵, 眼泪哗哗流, 用鸡不可闻的声音道, 我早就知道他们搞在一起了, 怎么样, 被自己亲爹律不好过吧? 你律我的时候, 我也这样生气的呢? 哎呀, 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多久了, 妈妈到底是你的孩子, 还是爸的孩子呀? 你也有今天, 天道好轮回, 报应不爽啊。 想想上辈子, 我一手操持丁骏的丧事, 一面应付暴力催债, 丁家人没有施以援手就算了, 把丁骏的死怪在我头上, 指责我为了我爸妈两个死人, 放任丁骏一个人在家, 是我没有照顾好丁骏才让他出车祸, 全都是我的错, 我一个脱离社会好几年的家庭主妇, 又带着病了的三岁小孩, 那种疲惫和无力, 让我一度想一死了之, 我就是诚心不想让他走得安详, 死不瞑目吧渣男, 丁骏抽搐着, 眼眶心红地瞪着我, 老公, 你怎么了? 不要吓我呀, 我惊慌失措, 大声呼叫医生, 之后悲愤地趴到他耳朵边继续输出, 我没有怀孕, 孕简单是假的, 大额宝单也是假的, 全都是用来骗你的啦, 丁骏浑身抖动, 猛然瞪大眼睛, 手就这么垂了下去, 眼睛都没闭上, 他这个样子, 真让人畅快啊, 我心里舒坦极了, 放声嚎叫, 老公, 别走, 别扔下我和妞妞, 我被丁家敏大力拉扯摔倒地上, 哥, 你不能, 你还没说钱, 和正放哪里了? 进来的医生, 看向丁家敏的眼神, 匪夷所思, 好心的护士将我扶了起来, 我冷眼看着医生给丁骏盖上摆布, 这一刻, 属于我的热泪终于流了下来, 这辈子, 我和妞妞终于能过一个安生日子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到家的第一时间, 我找出家里所有的房产证, 车证和银行卡, 值钱的东西全部收拾起来藏好, 托人高价雇了两男两女四个保镖, 随时跟着我, 翻开微信联系之前家的几个中介, 让他们把我和丁骏名下所有的房产都挂出去, 价格比市场价略低, 这半个多月, 房子价格已经翻了好多, 低一点也不要紧, 反正我都赚到了, 丁骏火化下葬之前, 丁家人没有闹出什么大的妖怪, 倒是丁家敏两口子帮他姑子担保的事爆雷了, 对方得到丁家敏他姑子跑国外的消息, 盯着两口子要钱, 丁家敏带着老公三番五次挑衅, 跑我家里要钱分遗产, 全部都被保镖拎了出去, 丁骏下葬之后, 公婆把财产的事放到了台面上, 甚至找了律师过来跟我谈, 要是没有那张照片和我的话, 丁骏可能死得没有那么快, 遗产之类估计也能交代清楚, 不过没什么用, 我有遗嘱, 他没有留下关于遗产的支言片语, 公婆也不想让我独吞千万遗产, 四个保镖站我后面, 我牵着妞妞, 带着律师等他们, 公婆张口就要钱, 我把丁骏丽的遗嘱和公正书付印件给他们甩出去, 看清楚了, 钱和房子都是我的, 你们一分都没有, 不可能, 公婆和丁家敏不相信, 叫嚣着遗嘱是假的, 我们是他亲爸妈, 他怎么可能不留一分钱给我们, 你造假, 你想独吞遗产, 丁家敏凶狠恶毒地朝我喷口水, 就是, 你一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全靠我哥养活的贱人, 凭什么拿我哥的钱, 这些都是假的, 你想一个人继承我哥的遗产, 我笑得开怀, 是真是假, 一查不就知道了吗, 这些都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给谁也轮不到你啊, 我示意他们请的律师自个儿看, 对面律师拿起遗嘱和公正书, 没心能加死苍蝇, 半天, 他才吐出三个字, 是真的, 婆婆哭嚎出声, 撒泼就要扑过来挠我的脸, 我的保镖可不是吃素的, 一手抓起他拎到一边, 临春上前, 习情, 你独吞财产, 连爸妈的粪都不给, 就不怕别人戳你几两骨吗, 我吃笑一声, 怎么, 你也要来分一杯羹, 临春面上有些难堪, 财帛动人心, 他牵起丁漫漫的手, 挺了挺病不显怀的肚子, 漫漫姐弟是阿俊的亲生孩子, 阿俊那一半财产, 无论如何都有他们的一份, 我盯着他的眼睛, 你确定, 临春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随即坚定道, 这是事实, 啊, 我从包里掏出一达他和公共的照片, 扔到他面前, 是一保镖放下我婆婆, 贴心地招呼他, 妈, 你也过来看看, 好东西得拿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呀, 我牵着妞妞的手走出门, 里面乱成一锅粥, 咒骂声, 哀嚎声, 撕打声, 最后传来临春的尖叫声, 他应该是见红了, 丁家的事我已经不在意了, 丁家敏扑上来, 想拉住我, 被保镖止住了, 我捏了捏妞妞温热的手心, 头也不回地离开, 有遗嘱和公证书, 遗产继承的事情办得很顺利, 连带着丁骏卡里剩下的那几万块钱, 都被我取了出来, 丁骏是上下班途中出车祸的, 保险和公司那边赔了一笔钱, 要打我卡里, 我拒绝了, 让对方打给了他爸妈, 就算有丁骏赔偿的钱, 有丁妇出轨和丁家敏的事情在, 他们日子也未必好过, 至于丁漫漫, 我拿丁骏和他的样本去做过鉴定, 确实是丁骏的孩子, 他算是婚生子, 本身也没什么过错, 丁骏给临春的那三十万, 我也不打算要回去, 临春流产不能再生了, 应该会好好抚养他长大, 这些都不是我操心的问题, 办完这一切, 我带着妞妞离开这里, 去了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二线城市, 这里的天气和医疗环境对妞妞都很不错, 挂上去的房产和铺子陆陆续续卖出去, 车子也都被我处理了, 理财账户里的钱也全都提了出来, 刚好一个亿零一百三十二万, 花了点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二居室, 我和妞妞暂时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钱分放在几个银行存起来吃利息, 我开始带着妞妞康复干预, 我带着妞妞辗转多家医院和康复中心, 多处奔波, 手里有钱, 倒也没有吃多大的苦, 妞妞干预得早, 康复治疗效果很不错, 在她五岁生日这天, 终于开口叫了我妈妈两个字, 医生说妞妞情况很不错, 极有可能恢复到可以上学的程度, 我喜极而泣, 妞头看向窗外, 绿柳发芽, 花香四溢, 生机勃勃的春天已经到来, 妞妞安静地坐在厚厚的地毯上摆弄积木, 察觉到我的视线, 她仰起头对我露出甜甜的笑容,